大家好 分手美台 你們看離婚 離婚了,我們離婚了 我沒有,我沒有 我沒有跟妳一起離婚了 我要跟妳離婚了 我正常要跟妳離婚了 我今天,我這樣 讓妳面子都下了了了 要做這件事 祖母,妳的事了 妳... 別吵這件事了 快別吵 我要吵這件事了 走好了,走 我跟妳離婚走一下 走 人 往往因為他人的依據關心 與愛護 而心深感激 甚至將之視為愛慕 到最後 分不清是友情 還是親情 亦或是愛情 淑美即是從小 便鮮少獲得父親的關愛 而對視自己如同女兒的湧發 產生了疑情作用 內心模糊了親情 與愛情 無法了解自己需要的 究竟是親情般的關愛 還是如同愛情般的喜愛 最後 走了 怎麼辦 留下一個這麼難看的一個殘局 你看看 這真的非常難看 其實我們每次做分手擂台 其實我們希望看到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們希望能夠稍微幫你們解決一些問題 可是事實上如果發生到 大家都不能原諒的問題出現的時候 就希望你們自己能夠處理一下 我們會抱得非常遺憾跟痛苦的心情來看待這件事情 但是沒關係 他們也走了 也應該或許會再看電視 我們也給他一點建議好不好 這一集我自己個人沒有辦法接受耶 對 還是給他一點建議好不好 是 來,再熟的親友也應該有禮節 也應該要有界線 而且每個家庭都有自成一格的所謂的家規 如果一個家庭 好比說這個例子是媳婦穿透明的睡衣 大家覺得不適應的話 不是說不可以喔 而是說應該有溝通跟討論的空間 再來,這個世界太多人對於正義 以假面來掩飾他的罪行 那每一次結尾在打不見藝術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祝福現場的各位觀眾朋友們 可是今天這一集 尤其剛才聽完了公公、婆婆 在帆哥問他們最後一個心願的時候 還有媳婦他們說最後一個心願的時候 我今天無法祝福他們 我只能說你們好自為之 好 宇宙欣賞 我們這個可以看到如宇宙的那種 無奈的感覺 就看到這樣的一個故事 來,芳瑜有什麼話要說明 其實我覺得淑美年紀跟我差不多 可是我覺得我們就是現在的年輕女生 其實追求很多自己想要的東西 想要的情感 可是我覺得都一定要有道德感的約束 你一定要記住什麼事情是不應該做 即使你非常非常的想要 所以我覺得並不是年輕女生 或者是一般人 在追求任何想要的東西 會說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這是不對的 好,因為你一定要知道 這種不安心的欲求的後面 絕對有極大的痛苦 這個痛苦理由不能解決的話 你肯定要陷入一個非常膠著難過的 一個人生 好,請問有沒有什麼要說明 凡哥常常提到就是說 達拉喇嘛說的 人生當中要做到兩個字就是安心 對 他們做的每個角色 是不是覺得自己很安心 其實我覺得兒子一開始 也可以很坦然的講 我就是沒有辦法提供 讓你滿足性的生活 可是會滿足你心的生活 是 所以我覺得安心真的很重要 希望大家從今天開始都安心 所以我們剛剛在前面開場的時候 我也講了 其實很多分手的原因 跟問題的出現 都是因為長期時間的一種累積 累積到不能解決的時候 那是為什麼呢 那就是我們人們有一個 真的非常遲鈍的一顆心 你完全沒有去察覺 這個問題的淹源 來源是怎麼樣 所以當他婆婆在看到 我們在春花裡說 他穿這種透明的來衣服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 就應該從那一刻 就開始要去察覺了 事情才不會研發它這麼長 也無法理解 也無法去調停 也不知道能不能如何去面對 也希望他們這一家 能夠好好的平心性來 好好的去處理 以安心來做前提 謝謝你的收看 也謝謝我們的三位陪審團 謝謝 謝謝,謝謝凡哥 謝謝 謝謝凡哥 謝謝凡哥 太近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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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近胖